上海迪士尼六月份即将要正式开幕了 将带来避美上海市博会的观光人潮 人潮带来前潮 方圆一公里的度假区通通动起来 五星级的Outlet还有生态花园都抢搭顺风车 提前开幕了 业者说迪士尼将带动大约两亿五千万的观光人潮 大多数是大陆的中产家庭 看准他们啃花 赶花 商机庞大 沿着丘陵地形 薰衣草花田无限延伸 想要制造出宛如至深法国普罗旺斯的情景 这里是生态园 现在是薰衣草花季 它的占地面积大约是2.5个 中正纪念堂这么大 紫色花海 风一吹 花香刺意 这片花海坐落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周边一公里 毛岚美景之外还有DIY 薰衣草它就有瓶玉安神 包括虾菌的作用 做的模板是一个猫头鹰 然后选的是粉红色 现在有味道了吗 现在已经有的 很香的 薰衣草的冷香和咱们糕点的甜美结合在一起了 让你的味蕾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 它就比较新鲜一点 这全是源自于咱们这个香草园里面的新鲜的香草 门票加上体验客 要加约台币1300 强调体验自然跟迪士尼做区隔 高达数公尺 绿域盎然的绿墙 跟上海迪士尼乐园园区强调的冒险 梦幻主题不太一样 这里是距离上海迪士尼地铁站 大约一公里左右的自然主题公园园区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生态园 而旁边这一边种满花花草草的是香草园 上海迪士尼预估开幕后会带来 如同上海世博会的人潮 因此两大的主题自然公园 势必得肩负输到人潮的重要责任 摊开地图看 整个上海国际度假园区 以迪士尼地铁站为中心 往西走是乐园 往东走就是主打自然景观的主题公园 开幕后东西洞线疏散人潮 花的世界花的海洋 可以让大家可以释放吗 他们那个就是完全就是乐园的概念 不一样 根据统计从地铁站营运28天以来 就有近百万人次涌入迪士尼周边 魅力惊人 但也有人吐槽上海迪士尼太贵了 这什么口味的 外面是巧克力的 焦糖苹果变成米奇米尼 萌萌的要价一颗台币275 因为是迪士尼限定价格高涨 大陆旅行社也估算 三天两夜玩迪士尼 包含时速交通 平均一人得花 一万一千四百块钱起跳 是所有大陆游乐园要价最高的 不过高价下不好游客 还有度假区的信心 英国奥勒也来迪士尼方圆一公里外造正插旗 月牙壮的水池漫步在复古装置艺术街道上 钢石和金色线条把建筑物装点出贵气 模拟纽约米兰各国的街道风格 不仅要共享客层 要瞄准来消费的中产阶级 搭着电梯直到三楼 这里是VIP的专属休息室 打开这扇门 宛如来到了像是豪宅的客厅 里面有宽敞的空间 舒适的沙发 不必在楼下人挤人的享受这份清闲 不过你得是VIP 一天要花台币七万五 家庭收入部分呢 我们目标是一到两万以上的家庭月收入 那在目标客群部分 我们是跟着上海旅游度假区 共享这个客流 业者分析 去年上海旅游人刺破2.5亿 今年6月迪士尼正式开幕 预计这也会成为大陆内需的旅游热点 人只会多不会少 以及摩拳擦掌 抢搭迪士尼顺风车 TVN新闻 谢贤心 黄新华 上海采访报道